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样是九本的部落站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次的 在分享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荒神村 因为我们这礼拜要开大型的部落站 所以请了荒神村过来 凑凑人数 那如果有观众实力OK的 然后也是想要打这种大型部落站的话 可以到粉丝页密我一下 嗯 这边还有大概几个位置这样子 然后那在分享之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荒神村打皮卡2015这个阵型 这个阵是 嗯 乡君部落的其中一个阵型 是我觉得不好打的一个阵 不过有些观众觉得很好打 但我自己觉得非常难打 那荒神他的打法是天女流狗球 那这种阵型呢 有时候部落站遇到对手比较强一点 他们会摆这种阵 那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荒神是怎么打这种阵的 他们打了很多次啊 大家可以看到他打非常多次 超级多次的 呃第三次三星 第一次应该试水文 第二次就有七八 那第三次三星 好 那来看一下 天女流 然后是四条狗 那选择是从九点的位置去进攻 那球的数量是非常少 只有带十二个 因为天女流你需要照天使 天使要四个啊 那花了配置就很多 就等于说 你的配置大概会等于石狗球的配置 只是他改成天女而已 好 继续滑 那这边再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你今天玩天女的话呢 你要去注意到 如果对手今天的黑色气球陷阱 是放在外面的话 如果你一开始就踩到一个 一个还好 因为还可以三天使玩 那如果你是踩到两个 天使就死了两个 这样通常这场就GG掉了 所以说你要玩这种天女流的狗球啊 或是说你就是玩狗球好了 就是尽量都是等对手 嗯 已经被打过之后 就是你是补性再去打会比较好 好这边 打掉一座连弩 然后成功引出援军 那这种阵型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 中间的 箭塔是非常大量的 然后他的连弩也是不好处理的 所以你在打这种阵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到 你要想办法去处理掉对方的连弩 还有他们的箭塔 这种阵 你如果单纯是从右下方 的主本平面进攻的话呢 你后面后续要打箭塔这边 会很无力 然后选择是逆时针的方式放狗 那因为阵型比较大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狗呢 就爆的比较 几乎没有爆到几只 他只有爆一两只而已 因为他防空比较靠外面 他阵型比较大 主要就是他的箭塔 还有远军 你会不好处理而已 那皮卡他是在主本旁边 放了两个电塔而已 然后这个是荒神的打法 我先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有些人如果觉得这个阵很好打的话呢 那也欢迎在楼下留言 分享你的打法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上一次的部落战 原则有分享两部 那我希望都可以分享到三部 所以 就挑了一个荒神的 然后第一个看的一样是皮卡的 狗丘 这个就是暴力流狗丘 那你就直接来看好了 对方的援军是没有办法直接赢 那皮卡他的打法呢 他通常如果对方女王是允许的状态下 就是位置允许的状态 他会直接放男王跟女王去处理掉对方的女王 那对方女王这次有点在里面 就要靠里面啦 那我们来看皮卡要怎么打 那打的时间是非常快 1分40秒就是三星了 非常的快 然后直接从九点的地方去放 狗 直接放两只 通常一开始都会放两只啦 因为第一只狗会吃限制 然后爆开之后下狂暴 去处理对方的龙 那当然啦 绝对是没有这么好处理的啦 像 狗球我觉得最怕的援军应该是 就龙了 对方的龙应该是最难处理的 好第二条狗也爆开了 那还剩下 几只都放出来了 可以看到皮卡的加速放的蛮好的 然后皮卡在这边放了一个中间 中间位置放了一个加速 这个加速给狗吃到 好 但我觉得没关系 好 这边是背向吹风机 打得有点辛苦 那男王跟女王呢 皮卡是放了清边啦 这场就没有去清掉对方的男王跟女王 所以这场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 值得去看的一场 暴力流勾球 因为首先低一点对方援军是没有办法直接引出来的 然后又是龙 然后女王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打死的 虽然说女王等级比较低啦 只有10级而已 我觉得这场打得 真的很漂亮 那皮卡的话呢 就算双王都没有放出来 这场也是可以三星的 因为他的双王是在一分钟之后才放出来清边 所以他不放的话也是可以三星 打得非常的快 1分40秒就结束了 好 这第一个 很厉害 那第二个要看的是熊伤 熊伤男神的话 呃 他这场没有带男王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带男王 因为通常我们播战是不允许 不带男王上场的 通常是这样子啦 那不过有三星啦 我们来看 对手阵呢算是一个蛮久 但他的墙壁呢 是8本的墙壁 然后只有几个是9本而已 那大部分墙壁都是紫色的 少部分是 八级墙 好 我们来看天女流的女武神 猪只有5只 援军的话呢 我是没有看他带什么啦 对方援军是还蛮好引的 一只猪可以引出 一只猪可以引出 然后他对方援军竟然是一个 这个是几级皮卡 二级吗 二级的皮卡 好 不管是几级的皮卡 然后打女王其实都很痛 好啦不痛 哈哈哈不痛对不起 完全不会痛 然后下炸弹 那这个炸弹炸的位置还不错 因为不炸开的话呢 女王可能 不会去理这个防空 不知道啦 可能是不会理这个防空 那右边也是选择下一颗石头 所以援军是要石头 然后放了法师清边 那选择是从女王的位置打进去 两点 然后进来之后下补血 这个补血 我觉得放的有点太 太急了 放的有点太快了 有点浪费到 而且位置也没有到非常好 然后猪这边这个补血是 我觉得是必须下的啦 所以他只有几只猪而已 如果他真的想要靠猪去打的话 那个补血是必须下的 那这个狂暴呢 也是下的有点 有点太早了 不过 剩的部队没多少 所以下早或是慢 早应该会比较好 然后看到他剩的部队 已经剩没几个了 几乎女武神跟猪 应该全部死光 剩下一只女武神还在转 还剩几个法师 那可以看到他天女还在转别 像打成这样子呢 天女就是唯一 天女唯一的好处就是 在这 在这时候体现到了 因为他可以一直转别啊 只要天使不要死 然后对方的防御呢 是没有办法一次 对女王造成两个以上的那种 同时没有办法打到女王 怎么讲呢 同时 没有办法有三个防御以上打到女王的话 女王通常是不会死的 好 这个就有三星 这就是天女的好处 嗯 laglag了 开始lag了 好的 有三星打得不错 那 健身手机真的快爆炸了 好的 那以上就是 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九本部队战 对 天女流的狗秋 好 那 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的